各位讀者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參加疲勞測試的這部車呢 之前呢我們曾經測試過一部類似的車型 就是Skoda的Superb 那上次我們測試的是2.0TDI 這次呢來參加我們測試的是1.8TSI 而且它是Combi的旅行車款 那這部旅行車款呢 它主要車長呢是超過4.8米的一部中型的房車 那它的動力的部分呢 一具1.8升的渦輪增壓引擎 1.8TSI 那它的懸吊是前脈化成後多連桿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它的輪胎尺寸 輪胎的部分呢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用馬牌的Continental Sport Contact 2的 205 55 R16的輪胎 那前後都是疊殺的系統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現在地表的溫度是幾度 現在我們看到地表的溫度呢相當熱 大概是54-55度左右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疊盤的溫度 疊盤的溫度呢我們剛剛開過來現在是大概67-68度左右 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室外的溫度 今天呢室外的天氣非常好有太陽 那萬里晴空有一點雲但是有一點炎熱 我們看一下儀表板顯示的溫度是多少 我們現在看到儀表板呢顯示的溫度 室外溫度是32度 那我們即將安裝我們P-Box 然後就開始我們的測試 我們的測試方式呢還是一樣 開空調空調設定在恆溫20度 然後呢風量切在第一段 然後我們起步不拉轉速 那這一部SUPERB 1.8它配備的變速系統呢 是7速的DSG自首排雙離合器變速箱 那我們這樣測試的目的呢 主要不是在幫原廠做0到100的測試 我們是測試它的0到100 100到0連續10次看它會不會有什麼疲勞反應出現 那依據原廠的數據呢 這部車的0到100加速 它所公佈的數據是8.6秒 那我們來看 我們現在在這樣的環境下 它測出來的數據是多少 基本上10次的測試呢 我們現在都已經測試完畢了 那雖然還沒有整理出詳細的加速跟煞車數據 不過憑剛才測試的一些經驗來看呢 它的煞車系統呢 表現的是相當的穩定 然後在最後面幾趟呢 成績還蠻出色的 那實際的數據呢 我們會在我們的文章裡面 跟大家做更詳細的介紹 謝謝